福星慧去年12月突然申告怀孕 要在1月22日嫁给文娇四年的崔泰俊 双喜临门的消息一出 迅速收到大批粉丝祝福 好多人也希望能把这个喜气 延续给下面几对情侣 贵求他们也能在今年快快结婚 说起第一对被催婚的 就是去年的元旦情侣 玄冰孙一针 迫降CP成针后除了专注工作 也经常被路人募集 一起打高二夫球和逛街的场景 感情相当稳定 甚至还有媒体透露他们早就同居 已经进入到失婚的最后阶段 玄冰似乎也为了迎娶女神 几乎放空自己今年大部分的时间 这在不解真的说不过去啊 交往六年多的金玉冰生命儿 可以说是让粉丝最心动的 善男善女情侣荡 两人在2015年 迎拍摄广告相视相恋 即使男方后来罹患鼻咽癌 女方仍不离不弃陪在他身边 直到金玉冰抗癌成功后 他们不止被粉丝拍到 飞去澳洲跨年的牵手背影 男生的无名指上 还被发现多了一枚戒指 开始疯传他们已经订婚 不论是不是真的 如此患难与共的爱情 绝对值得被大家狠狠祝福 同样被大家不断催促的 还有郑敬号催秀英这对长袖情侣 他们交往至今迈入第十年 依旧是热恋情侣的模样 不只经常为对方的心系应援 也不时在SNS留言放闪 约会牵手也从来没在介意别人眼光 连少女时代的Sunny都曾表示 她心中最美丽的情侣 一直都是他们这对 而且光听郑敬号 在机智的山春生活 一开口就喊秀英 就知道他们结婚 绝对是迟早的事 但还是希望能尽快听见 你们的好消息啦